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不是有做很多一页吗 那这个人呢 他到底喜欢你的哪一页 那一页停留的时间多长 这其实都应该是网站分析里面该分析出来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这一块哦 就但是不能请你做 但是你可以看国籍做好我的网站 我的网站是透过这个Google的协作品来做的 也不是用那个GV版去做 虽然我教GV版教了好多好多年 只要后来后来大家都不流行看书了 所以我就沉默把它做成影片 那我们接下来来观看一下这个GA 而且在11点半的时候我们就要讲GP了 这都是别人帮你算好的 那我们先看GA网站分析 再看GP趋势分析 首先我们先来观看我的 我真实的这个网站 我刚刚是不是有跟各位讲我的网站在这里 在这里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能不能麻烦请大家帮我点 所以我为了要让你们看到即时性 即时性 这就是我的一个网站 而且我用的就是Google协作平台来去完成的 你看我这个网站里面是不是有封面 有那个首页 然后一段的文字 在这边有看到吗 什么直播的课程 因为以前我想说反正我都开直播 后来我发现其实直播的那个网络品质会受网络 直播的影片品质会受网络好与不好影响 所以我就不开这个直播了 也不是不开 是说换另外一个方式来去开 然后这边有看到就是说 那个我的一个就是说最近放上去的一部影片 然后再接下来这边课程内容还包含 例如说你想要学什么我的文书处理 然后我的文书处理 这边有我的文书处理的入门 然后进阶还有那个文书制作 Liberal Office 还有同一样式长文件 很多高校文件制作 就是值得你一系列一系列这样来去做学习 我相信只要各位老师啊同学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自己去安排一天学一点 绝对可以学到很就是把自己电脑技能提升很高 好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的 那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到底有多少人来去观看 那做出来的网站分析 这就是我现在我要带你们去看的 所以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先打开 这前提是你真的已经要有一个运作的网站 你才能看到GA网站分析 那第一件事情 我先打开Google Chrome浏览器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我就输入 网址列的地方我就输入Google的Analytics 然后接下来点选Google Analytics 以什么身份登录进去呢 当然是以自己自己现有的Gmail身份登录进去 那因为这个是今天 这个是今天就是我才出座的一个身份 我要换另外一个身份 这个才是我真实的Gmail 然后接下来这就是我的 刚刚说孙在阳电脑教室的网站 然后接下来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你要切换 你要切换 现在我是不是在首页 我要先切换 切换到这边有三个不同的账户 刚刚我是不是有跟你讲 你可以取名K-E-N-S-U-N-7 对不对 你可以取名什么什么名称 你可以拥有不同的账户 拥有不同的账户 真实的那个网站 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资料 好 在这个网站你稍微等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当下活跃使用者是什么意思 现在在座有14个 有14位很听话很听话的学员 已经到我的网站去了 可以吗 平常都是零 平常大概就是零到一 平常的时段 现在就是平常的时段 然后这是当下 这是即时 可以发现 大概就是前四分钟 有七个人进来 然后这边有25个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这个稍微知道一下这件事 然后当下这些人 他留在什么地方 例如说有五个人到这里 有两个人到这里 然后有一个人到主题课程 好 这个是即时 什么叫活跃使用者 在座你们全部都是活跃使用者 好 那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班上有很多人 他怎么区分出来 14个人 他用网卡 他用你这台电脑的网卡 可以了解吗 他用你这台的网卡 来去当作是一个使用者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这边我们来观看一下 这个是Google GA的分析 就是那个网站 它的分析 它会出现使用者 工作阶段 跳出绿 工作阶段 持续时间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说 使用者 使用者 他 他总共在这一周 所谓这一周就是昨天之前 昨天是不是10号 而且你还要算清楚 昨天之前应该是8个小时 8个小时 反正就是因为Google公司在美国 所以你是要以美国的时间为准 美国的时间 现在是9月10号的 不对 现在才 对 现在是9月10号晚上11点 可以吗 还不到24个小时就对了 好 然后接下来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9月4号到9月10号 4 5 6 7 8 9 10 是不是7天 这是一周的报表 然后每一天 有多少的使用者 每一天有多少的使用者 这样算出来就是说 这个是14 加24 再加15 一只类推 把它加起来 就变成117 那117 他告诉我说 跟上一周比起来 他增加了15.8% 你觉得 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 慢念 一个良心念 没有放味精 那你会不会在意 有多少人来这个网站 例如说好了 你今天这个网站 会到你的网站 然后他带着 他可以搜寻 搜寻到你的网站 他才有可能来你这家电池 所以基本上这个使用者 对他来说 应该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数据 这样他是不是让这个处置 一直要不断的增加 他当然很希望 然后接下来呢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一个工作阶段 什么叫工作阶段 就是 一个到一张网页 叫一个阶段 比如说他到首页 然后到这个网页 这样子叫两个阶段 两个工作阶段 可以吗 这我觉得只是他搬得不甚好 他就是到两张不同的网页 好 这要工作阶段 那你这边看一下 大部分的心理 一个人只到一页 那么发现到这件事 那使用者一百七七 如果如果说他今天他到两页 那应该工作阶段大概有两把 可以吗 可是现在看到工作阶段只有136 然后跳出率怎么转 你跳出率其实就是说 他只到第一页就跳走 他没有到第二个工作阶段 他就直接跳 所以你觉得这几个数字动不动 还有到你的这一个网页 到这个网页 他会停留的时间 这些都是对我来说 因为他我就会希望说 他多停留准意 他是不是就看不看就不喜欢看 你才知道就是说 还有一个不可能 他用快选的方式把它看完 都是有可能的 反正就是你自己来去思考一下 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以吗 好 这是这一周的一个分析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 他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您如何开发使用者 主要是看那个深蓝色的部分 深蓝色的部分 你看右边 右边他就告诉你说 这个月跟上个月 八月份有较少位使用者 就是他比较一下 好像八月份回访你的网站的人比较少 那我们就要去思考 是不是八月份大家跑出国去玩 对不对 比较 我说我这些学员比较没空来去看 这个这边所讲的是回访 回访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网卡这个网卡的使用者 他曾经有来看过 然后再一次的 回到你的网站来去回访 那你看 你看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七月的回访比较高 大概五点多 八月是不是降到三点多 回访 那这边有看到吗 这个是在做您如何开发使用者 例如说这些人他是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 他可能是透过Google搜寻引擎 还是透过像例如说 direct direct就直接 或者是organic search 就是搜寻引擎 搜寻到的 好 那所谓直接就是一个网址 直接打网址 你记不记得刚刚我那个网站 就是你先到go.gl 写證YTZRXP 然后直接点它 我那边是做超连接 连接到这个网址 这个就叫做direct 那下面这有是不是 Google搜寻引擎搜寻到了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 就是9月5号 几乎都是用搜寻引擎搜寻的 那为什么9月4号会多这么多 direct增加呢 direct是不是五个 很有可能是因为说 他看到我线上的一些课程 然后到了我的go.gl 斜线YTZRXP 那个超连接 点下去 跳进来的 好 这提供给你参考了 那 这就是我的来源 我的来源 我的来源 有来自于Google搜寻引擎 也有直接连接进来的 还有这边 长期来看 我的活跃的使用者 有什么变化 请问这是不是看到 逐渐增加 这边他以一个 就是以30天来去观看 他是不是逐渐增加 有看到吗 这是可喜的天使 就是说活跃使用者的变化 活跃使用者 这边是不是看到 慢慢是持续在增加中 这代表说 真正来这个网站的人 他大概是持续增加了 然后接下来请问 请问这边是针对一周 过去六周的关系 然后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说上一个月 八月好像是蓝色 蓝色 那我们可以大概看到 就是这一周的回榜 跟这一周的流传 是比较高的 然后慢慢颜色越来越浅 浅到这边是不是就没有 所以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个月底月初 这一周的流传率 是相对其他周来说 比较高一点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 当周 当周是也是比较高的 那也就是说 应该要继续想办法 留住 这个使用者 就是这个问题 可以吗 当他关于分析在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是否要说 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 所代表的异域是什么 这边是 什么时段叫 你应该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是什么 这边就是大家都在睡觉的习惯 对不对 在台湾地区 因为我的对象还是以台湾为主 或者是大陆他们搬墙过来一看 那各位应该知道 8年以前上午8年以前 这是我们大家睡觉的习惯 那比较多人观看的是不是在 就是从8年以后比较多种蓝色 蓝色比较多的 那这个灰色蓝色 这个时段上就是没人观看 所以是不是在念吗 所以在哪个时段呢 所以就可以 看一下说 像比如说这个时段 跟这个时段 它颜色都是很深 就可以去看一下说 这边发生了什么事 是你有办什么活动吗 可以吗 藉由过往的经验 去想想 有没有什么事 合理拿过来做参考的 这个时段分析还蛮重要的 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 这边这个很深的颜色是 就是使用者人数 大概有15 这边这个时段 星期五的 9点到10点 星期一的 下午4点到5点 就是这两个时段 可以去想一想 颜色稍微深了一点 那两个时段 例如说8月9号 8月9号 跟8月4号 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吗 不对 不是8月 应该是9月 9月9号 9月9号 星期一 然后9月4号 9月9号 星期五 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是以美国的时间来去 不是美国 上午9点 9号 9号是星期五吗 今天不是9月11号 星期三 所以9月5号 应该是 对不起了 这个只是写9点 上午9点 可以吗 不是9号 这边是 这边是那个 周五的话 应该是上个礼拜五 早上9点 然后这个是上个礼拜一的早上9点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以国家地区来划分的工作阶段 那这边颜色比较深的是这个地方 可是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这边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点 很小的一个点 它的颜色是最深的 可以吗 虽然它很小 但是它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台湾 有看到104 稍微我再近一点 有看到吗 台湾104 然后接下来呢 北美 像加拿大 美国 可以吗 加拿大只有2 那这边呢 1 这边是印度 好 澳洲 可以吗 这是用地区别来去划分 那我就想说 那个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碧 到处都有我的学生 我真的不骗你 那天 那天 上个月 上个月这时候 我还在美国 8月 8月12号吧 跑去 那个 纽约 然后那个 就有一个学生跟我讲说 老师 你要是晚上留下来 他可以请我去吃饭 因为他在纽约上班 他就告诉我 你要去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那个纽约的 号森 那是现在的 新的一个新型的建筑物 然后 真的蛮巧的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这个地区别来去看 那当然还是 这个使用者的分布 还是以台湾 这个地区为主 台湾这个地区为主 再接下来呢 他是用什么装置来去看 因为我是电脑教学嘛 所以他可能不太方便 在他的手机上面看 所以他是在他的电脑上面观看 那如果说你们分析台东大学使用者 用什么工具来去观看台东大学的网页 那我想可能就会找出来是 手机多于电脑 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情形 好这个是属于 就是各工作阶段 用什么工具 用什么装置来去观看 我这边百分之 差不多八成 八成都是用桌机来去观看 因为那些电脑的画面 还是用电脑 大一点的荧幕来去看 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再接下来这边有没有看到 那我有很多很多的网页 我有首页 首页 首页一定是最多浏览量 因为他看完首页 他可能不喜欢 他就直接跳走 然后接下来 这边有没有看到 看最多的是 六月三号 看最多的是大数据分析 就是我那课程内容 是不是有大数据分析 有word 你看word在这个地方 然后如果来去看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要加强 这个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课程内容 像以色列资料分析 18 18浏览量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去观看的话 那前三名是不是 就是大数据分析 课程内容 还有资料分析 就提供对面参考 好 我们大概刚刚看完 大概看完这一周 大概看完这一周 这是老板可能最关心的 对不对 这是老板最关心的 这是当周的情形 可是你觉得老板 后来看一下 这本月的情形是怎么样 对吧 对 他当然要关心啊 例如说这个月菜价 蔬菜比较贵一点 那他能不能换 换一些青菜 好 那 就要 这个要来去 看一下那个顾客的那个口味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看完一周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 把时间拉长变成 一个月 或者是不同的时段 来去看一下他的一个变化 所以你看哦 他这都是做比较的 这是当周 这是当周 虚线就是前一周 虚线就是前一周 好 所以你在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说 当周 当周的比较 9月6号 略输 略输 前一周 可以吗 15 这个是 就是15 那上一周 那上一周大概是20 下降了4分之1 也就是25% 好 我现在呢 要把这个画面 为了让各位看到满板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Google 7天换成什么 最近28天 那一定会说 为什么不是最近30天 因为他是以星期为单位的 所以我们可以整体来去看一下 这个最近这30 而28天跟前面28天来去做比较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一周 这一周 因为我回来了 我从美国回来了 又开始交出 因为我不可能在美国还交出 所以这一段期间的话 就是两个月彼此之间长长浮浮 因为6月中旬我就去美国了 到8月底我才回来 所以这边已经开始就是9月初 这个地方9月初 你看9月初的话 大部分都高于之前的前期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这边有看到 使用者是不是有增加 这是最近28天 那除了要去看这个 这样子的增加 这个跳出率也是我关心的 也就是说 可能之前我的跳出率 大概都维持在4成 请各位注意一下 跳出率不要超过6成 超过6成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分界 就是别人可能看了这一页 然后就直接跳走 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不喜欢你的网站的行为 可以了解吗 只看了第一次 只看了第一页就跳走 而且很快跳走 可以了解 所以这个跳出率是很重要 跳出率只算第一页 只算首页就跳走 所以这个时候改善的方式是什么 请问你是要改善课程内容 还是改善首页 首页对不对 有人听懂 你改善首页才能留住较处理 降低才能降低较处理 可以哦 好 那记住 我们通常会看这个指标 一超过60% 那我们首页一定要改版 然后首页最好是让别人看起来 他会想要再继续留下来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观看一下 这边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到就是 它的趋势 它的趋势应该是大概 原本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可是有没有慢慢的微幅上升 我觉得有大概从13到15 就是趋势线 趋势线大概13到15 灰色 那个须线 须线你大概看起来 大概是比较偏下面一点 对不对 大概是不是平平的 这边看出来吗 这个灰色 是不是大概平平的 那接下来这边 这个深色是不是震荡比较多 震荡比较大 然后比较偏上面 所以大概是不是可以画到差不多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所以是不是比刚刚这个地方稍微高了一点点 趋势是上升的 我只是为了要告诉你们这件事 所以你不能只看当周 你还可以看四周 四周的这个表现 形成 那接下来就是 这边来去看一下这个 最近的90天 最近的90天 7月跟8月 这边没有什么改变 这边客户开发 这边 是不是 差不多直接进来的 直接进来的高 直接进来的高 这边又不是 这个数字要是越高 就是上面那个颜色 它是直接进来的 这个数字越大的话 可能整体会越高 如果得到这样子一个资讯 那我们应该 就是多增加开课的频率 然后让多介绍一下 go.gl 斜线YTZ RXT 这个网址 然后让大家就直接连进来 好 这只是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像 像这边我们来去看 最近30天 最近90天 你有没有看到 最近90天 它这边 这边大概到8月 反正这边 一直是持续下降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只要人在国内 它就会慢慢的上升 因为我平常会教书 我一个月 我会去教个三天 最多教到五天的课程 然后它就会慢慢上升 可是 我要是不教书 它就最好 慢慢下降 好 那请问你知道了这样的讯息之后 对我的一个网站得到这个讯息 所以我就可以依照这个讯息 然后知道它都做什么事实 可以吗 好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有了一个真实的网站 它帮我自动去算出来的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的情形 过去六周 过去七天 刚刚 刚刚没有看 你看这边是最近七天 最近七天 的情形 跟过去三周的情形 你就会发现就是说 越近的这一周的流程率是越高的 这意思就是说 下一周它还有没有来 它来的只有三percent 然后第三周 第三周它再继续来更少 好 所以也就是回头课多不多这件事 那一样 最近最近九十天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可能是以周五的早上 周应该是这个时段 大概是这个时段颜色比较深 再来另外一个时段是这个时段 吃完饭后大概八点到十点 但是星期五比较特殊 星期五八点到十点反而颜色是比较浅的 因为可能星期五晚上大家出去玩吧 然后这边 最近九十天 有没有看到 还是一样 台湾这个地方 这个颜色是最深的 这个 就是它比旁边的那个颜色深就对了 这个台湾虽然很小的一个点 然后这边使用的装置最近九十天 还是可以看到 那个桌机 桌机是这样子 所以桌机的使用是不是下降 然后行动装置的使用是上升的 然后最近这七天 大数据分析是最高 好 再过来一次以下资料分析 那我们来看那最近二十八天呢 大数据分析还是蛮高的 然后以下资料分析 以下资料分析第二 还有ward ward 第三 那我们来看最近的九十天呢 大数据分析第一 然后以下资料第二ward 第三 好 所以原则上就是这三个课程 是不是我的主力课程 可以吗 好 那如果说今天我要新增加新的课程 可能就是以这三个课程为主 请问一下我讲到这个地方 也许你会觉得说 对于我的我自己的这个网站的分析 你可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是要告诉你 你只要买好QR Code 而你只要买好GA Code 是不是这些分析全部都帮你算完 那你记得你记得你只要会做一件事情 这个即时报表 你到时候要会把这些内容 就是 就是 例如说 印出来给别人吧 这一模一样 我记得好像印出来 这是他的 这是他的深入分析 他连深入分析都可以做 他的深入分析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目标对象 使用者 新的使用者 然后增加减少工作阶段 他这边都有逐周的成效的进一步的分析 然后你可以点选前往报表 前往报表之后 他就他就针对就是说所有的使用者 这一周 这一周跟上一周来去做分析 然后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你要把这样子的内容 然后到时候汇出 汇出成 例如说PDF 然后给你的店家 那是纸本 那请问一下 我建议你们应该是要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 例如说是一个电子档案 然后让他可以直接收到直接在他的那个 也许是LINE里面就直接看到 这样会更好一点 你就把这个档案就是用LINE丢给他 而不是用电子游戒 他这样就可以观看到 这一周的情形 所以 所以 连这个图他都画的还蛮不错 给你看 对吧 这图还蛮不错的 我相信 我相信可以 让一般的屏幕凉完 那 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去跟他收费 是不是会觉得 我是觉得说这样的收费 收一千块 是蛮合理 而且因为人家不知道 他都会心甘情人 每个月付给你这一千块 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 却花一个小时 跟他一起说 你这个 呃 豆腐啊流动的情形啊 我相信哦 他会除了说你是你的非常专业的人 好 也会参照 这样子的话 其实赚钱 我觉得是蛮容易的 因为 因为真的有人是靠这种方式来去赚钱 明 就是 呃 表面上是说我帮你去做网站分析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他在做分析 是 Google公司都已经画好这些图 可以吗 那这些图 如果说你报告画出来 然后报告 例如说 假设 呃 就是主管会议 你把这些 就是把凯东大学网站 然后放在你的 Google Amelodics里面 这些图都会帮你画 好 那现在所讲的那个视觉化 就是在讲这些东西 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自己去画出这些图 好 我想这部分我可能就要暂时到一个段落 但是请再稍微注意一件事情哦 就是 假设当你今天呢 到了自己的首页 到了自己的首页嘛 那你知不知道怎么样去找到 我刚刚是不是在这边有很多个网站 我这边已经管理了好多好多个网站 然后在这个地方如何找到这个网站 它的GA码 我特别教一下 因为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已经找不到自己的GA码了 因为他想要 他想要在如法放置在做第二个第三个网站 然后 请问自己的GA码在什么地方 你觉得自己的GA码绝对不是在首页里面了 那要点哪一个 是不是管理 这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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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网站的GA码在管理里面 管理里面 然后 然后 接下来就要点选 这边 这边 追踪资讯 可以吗 追踪资讯 追踪程式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到时候把它隐藏起来 我的追踪程式码 应该不能给你们 这样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我的意思是说 他到时候 比如说 他登录 他想要去看他的GA 比如说 他登录 他想要去看他的GA的码是什么 他找不到我 我要告诉各位在哪里 所以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先到Google Analytics 到Google Analytics 然后记得登录 登录之后 你要切换 你要切换 切换到自己的这一个 切换到自己的一个网站 你看 我剩下其他的教学 这个教学 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浏览量 就是你们现在去看你们自己的GA 里面都是000 全部都是0 那你大概要多久之后才会有呢 你拜托你的写信 发给你所有的朋友 请他们上网来去点 那可能两三天后 你会看到跳出来一点点数字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那我刚刚这一个网站 它的GA码在哪里 这个GA码 刚刚我在介绍那个网站 它的GA码在最下面 这边有一个管理 这边有一个管理 不是首页 是管理 然后接下来麻烦点选这一个追踪资讯 追踪资讯里面的追踪程式码 这就是GA码 这就是GA码 可以吗 好 再来 它这里面还有很多很棒的东西 举例来说这边是不是有目标对象 目标对象 活跃的使用者 活跃的使用者 然后 这些活跃的使用者 稍微看一下 然后 什么 目标对象 就是 就是来到我这个网站 的人 大致上 以25岁到34岁 18到34岁居多 因为这样子已经超过六成了 可以吗 这家目标对象 还可以再观看 男生多于女生 这是我一直不了解的 因为我们在很多很多的那个 教育的分析里面 一般看到都是高于男 而且那个鼓励至少 至少都是6.4 可是我们的网站 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都是男高于 可以问这样的女生 为什么过来看吗 这样听得懂 你在说什么 你先不了解你的受众的观众群 目标对象在哪里 重不重要 重要 好 就是当你今天你 你讲到那个 主力 主力 举例来说 假设我的 我的那个观众 好 男生多于男生 我就介绍那个淘宝 如何分析购买的行为模式 对不对 那你觉得男生会想要知道 那个淘宝 那个购买的行为模式吗 不会 听得懂吗 可能男生多的话 那我就介绍一下 比如说什么 政治现金多 什么什么素毒 政治现金 可能大家有点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好 所以你可以 针对你的目标 对象来去做一些内容的 有八分 那 剩下我就 我想就请你们自己来去看 还有课程 性别 这就是刚刚的嘛 然后兴趣 就这些人他的兴趣 对不起 如果我要开启的话 有些他是 他是要就是点选启用 你才可以看到的报表 然后地理区域 语言 我想还是说中文的居多 语言 繁体中文最多 英文24 可以吗 这个是简体中文3 好 请问一下 我实际是搞不懂的 他怎么可以侦测的出来 这是大陆的 你们有听懂吗 因为他们是搬墙过来吗 难道他那个搬墙 内道墙 他都能够辨识出来 好 不管怎么样 其实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资讯 是值得我们再去观看的 可以吗 繁体中文是最多的 英文指示 组体中文 英文最重要是哪一种英文 相当的语言 好了 那左边这边 你们自己有兴趣 再继续去看一下 因为他主要做这个东西 是为了要卖钱 他主要是要让你知道 你的客户的对象 对象是什么 例如说是在哪一个地区 或者是他的那个 业金地位是什么 或者是他用什么社交社群 还有他的行为 我想这些都值得你 如果有时间的话 自己再去观看 你会很有兴趣看这些东西的 如果你没有兴趣看 那是因为说你可能对于自己这个网站 不是那么了解 当你今天了解 我想了解越多 绝对来说 你们可能会关心 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学生 那个高雄 台东高雄来的人比较多 结果你跑去台北市做文圈 把那个台北的公车上面都贴广告 那可以满足这个宣传 对吧 所以你要先知道 就是说你的目标对象 这一个网站分析 他就是可以帮你做到这件事 那重点是 重点是你到时候要去下广告 是不是可以藉由现在的这些资讯 可以比较精准的去下到正确的地方 正确的目标对象 来去做那个广告的投放 然后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我在Google下广告的钱是值得花的 而且他会提供给你1500块 1500块让你去练习投放广告 那1500块用完之后 你要是觉得不是很好 那你就不要再继续使用他的广告 就好 好了 那我这边我就要先关掉了 我GA网站分析就暂时介绍到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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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